你去戒毒有必要嗎 來這一招 這麼難看的事情 我現在就是橫著走了 沒有想讓你直接碾壓 懶得跟你囉嗦了 惡意 毀滅性的武器 我也有信 是憲法於無誤 不管你吞得下去 吞得下去 就是要吞下去 立威嘛 這個事情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你這個 這個政立委員也經過了這麼多屆 你也沒看過對吧 從來沒看過 怎麼可能預算不審呢 怎麼可能預算沒有經過委員會審查 絕對不可能 你除非是非常緊急的事情 因為時間不夠 然後再加上朝野有高度的共識 毫無爭議的一個議案 然後時間又很緊急 那大家就同意 然後就是就覺得 就可以禁服二毒 就委員會也不用審了 反正大家意見都一致嘛 然後又希望能夠趕時間 趕快通過 但是預算怎麼可能會有這種狀況 絕對不可能 你每年都要審 國家政府的總預算 那你國會存在的最重要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 監督政府的預算嘛 就是我們審查預算的權利啊 那麼這就要在委員會裡頭 這個會期 每年的第二個會期 就現在這個會期 就是審預算的會期 所以我們整個會期 都是要用來審國家總預算的 那他居然就在 公投通過了以後 我馬上就昨天耶 就立刻在公投之後的 第一個院會 就忽然突襲做一個 所有人都沒有料到 因為不可能有人做這種事情 以前都沒人提過 就是我應該這樣講 那個法律一直在那邊 可是以前都是針對法案的緊急修改 譬如說 我不知道會計法 以前是不是有用過這一個 還是說大家 反正總之這個概念是 我如果有一個法案 非常緊急 落日條款時間已經到了 我再不做 全國會有一堆人被抓去關 那他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 直接從這個委員會的討論 直接進二讀 我就跳過了可能 兩個月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二讀之後呢 就接下來就大院 大院完就結束了 那過去非常少用 我跟你講你不要說 預算從來沒有過 我連聽有人用這一個 立法院質詢人行使法 我聽都沒聽過 那這個東西的發動 是需要院長跟副院長同意嗎 還是只要有立委 像我記也沒錯好像是劉士芳 劉士芳提案 然後連署過了就過了 對沒錯 就要遵照議事規則嘛 然後在院會裡頭 他叫人數足夠連署 然後再提出書面 在院會裡面提案 那提案之後就表決了 那這樣子 我應該這樣說啦 那以前為什麼國民黨沒想到過呢 以前民進黨也沒有想到過 為什麼就這一次是有哪一位嗎 天才 這個號稱綠營諸葛亮想到這個方法 不然真沒有想過 他真是從來沒有過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怎麼可能會有人會去 一個立法院審查 尤其是自己的權利 就是這個 這怎麼可能呢 而且你知道那個政府部會這麼多 每一個都有他的預算要審耶 這不是一天兩天審的完的 然後每年在這個時候審不完 都是一個常態啊 並沒有像國民 並沒有像民進黨講的說 是國民黨在黨稅還省那麼慢 不是完全不是啊 然後而且你在這個 現在都已經12月20號了 立法定的時間也只剩下10天 11天的時間而已 有必要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沒有人會想到民進黨突然間來這一招 你有必要在最後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也不過才幾次委員會啊 因為我們大部分審到現在 你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去做這麼難看的事情嗎 有差嗎 有差這一個多禮拜 有差這兩個禮拜的審查嗎 而且我們要這樣講 我跟你講因為我們的那個會期就結束了 這是憲法規定的 就開臨時會 我們12月31號就結束了 那結束一定審不完嘛 所以我們一定會在1月的時候開一個臨時會 整這個 預算 但是委員會的部分一定會在這個時候結束 所以他有必要嗎 沒有必要啊 那你怎麼可以這麼的不耐煩 連一個正常應該走的程序 也不過剩下兩個禮拜 你都懶得把它走完 然後你現在只是要證明大家說 我告訴你 我現在就是橫著走了 我什麼都可以不管了 我想要怎樣就可以怎樣 我也沒耐心跟你在那邊蹭了 我也沒耐心跟你在那邊說 你跟那邊講半天還省什麼省 不用省了 就是很糟糕的一個態度 所以他覺得他如果他連公投都可以這樣破了 我就可以直接碾壓 我又何必管你們什麼民意啊 何必管什麼民主啊 何必怎麼樣呢 通通給我過就好了 就是懶得跟你囉嗦了 就這樣子的一個態度啊 不是他不囉嗦 我這樣講 第一個網友剛剛幫忙查了 上一次用到這種 立法院直取行使法第八條的禁負二讀 是 洪 就是那個洪慈庸他弟啊 我一不小心竟然連他弟名字都忘記啊 回想我以前還跟著上街 洪仲秋改軍審法那一次 就是禁負二讀 因為國家壓力太大 他必須要快的時候 然後你沒有爭議嘛 對 那我這樣講 這個東西我再幫一般的網友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事情以前不做的原因是因為 你把這個用到預算案上面 會讓連你自己黨的立委 都沒有辦法在委員會審預算 請注意 這個是連 就是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我們前面一開始要問 各委員會有水在哪裡啊 有什麼好的 你今天如果在交通委員會 你知道拿預算的時候 是最好交換的 就他媽你這個東西做不好 好我告訴你 我喊你一千億預算 好隨便舉例啊 不可能那麼多 我喊一千億預算 來來來修正跟我講 然後順便私下跟我說 好委員你那個交流到我就給你了 這個就是一個正常的利益交換 就是說 這是唯一 行政部門會怕立法委員 就是因為立法委員可以審預算 對 如果立法委員不用審 不能審預算 沒有一個行政部門會鳥你的 對啊 就這是一個毀滅性的武器 就是你如果以後可以這樣做 但將來國民黨如果執政 這個機會很渺茫 可能就在史傳奇博士看到 三萬七千個可能裡面 大概只有一個可能 但是我們先不管 就你用了這個東西 現在越不可能的事情 越會發生 是這樣子 不過大家不要這麼嘴硬吧 不要這麼硬來 那這個就產生真正問題就是 任何一黨 連民進黨自己的委員 將來有一天 跟行政部門做溝通 做脅迫 做夭俠的這個武器 通通都失去 因為只要黨中央要你 淨付二讀 我連預算案都可以淨付二讀的時候 因為預算跟法律案不一樣 我們大家講法律是法律案 我今天就像剛剛軍審法啦 或是會計法 我要提 然後討論 可能有夕陽條款 或是落日條款 誰會被抓去關 所以要趕快做 但預算案 從以前到現在 民進黨執政跟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都是會審不完 因為大家都拿這個來勒索 夭俠行政單位 所以到12月31號 委員會審不完的話 就延 延到臨時會再開 他真的就是過去的慣例 過去的常態 但問題是 你今天跟我講一個理由 說快來不及快來不及快來不及 所以一定要這樣做 那我等等 我還是問一下 雖然他們講理由 偶眼性 但是要問一下鄭委員 那民進黨這一次用這種 毀滅性武器 他們自己講很強烈的動機跟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他們這樣子全面性的一個碾壓 因為事實上民進黨有多數 他根本不需要擔心 總預算 他們根本也不需要擔心這個啊 對 最後連大部分的委員會裡面 他說都佔多數 那我們會 我們會一定程度的刪減 會有一定程度的凍結 但是也不可能 中華民國史上 也從來沒有出現過總預算 沒有讓他過的 到最後都是過的 每次總預算都是過 不管誰執政誰在野都是一樣 但是你不可能原封不動讓他過嘛 對不對 不然你一定 你審查了之後 你一定會發現有些離譜的東西 我本來就編給你砍了嘛 媽 行政單位大家也知道 因為這麼多年了 你底下人都會知道 好我就不要講誰跟我講了 在公務機關都講說 你這東西啊先多編列一點 果然是你賺到 沒過了呢 就代表被立法人識破 然後你再想辦法去協商討論 然後大家行政立法 然後兩邊才多多交流 這樣才OK嘛 而且因為那個蘇貞昌也不用來啦 對啊 都不用也不用來啦 做什麼 國政報告怎麼都不用啊 是啊那你這個預算不管怎麼樣 一月一定會過的啊 就是農曆過年前一定會通過的啊 所以他何必要搞得這麼難看呢 真的是非常的沒有必要啊 非常沒有必要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完全試這個 憲法於無誤 那我覺得剛剛學和你在說的 啊那這樣連民進黨的委員的牙齒 都被拔掉了 那蔡英文怎麼會在乎 她就是要民進黨的委員 全部變成乖乖牌聽話 他當然不希望民進黨的委員 還有自主性啊 還有牙齒啊 就全部通通就只能 百分之百的護航 他的行政部門 他就只是要這個而已啊 就是讓你立法院知道 你就是只能百分之百的護航 我行政部門的所有政策 不管你吞得下去吞不下去 你就是要吞下去 那反萊豬對很多民進黨委員不痛苦嗎 還是痛苦的啦 但是一聲令下高壓下來 誰也不敢反蔡英文 通通都要通過 那他現在已經成功了 我覺得他接下來就告訴你們 剩下來的兩年多的時間 你們就是知道了 就是這樣 以後就是這樣 不要再有任何的質疑跟雜音 對於中央部會的所有聲音 包括預算 不准有任何的質疑跟雜音 也不准有任何的雜音 就是立威嘛